好 今天的最新情報 上我們來聊聊 最近的演藝圈 坦白講真的不是很平靜 尤其在網紅圈 更是尤其 世界主角就是我旁邊的Joeman了 大家還記得 在去年的11月的時候 他跟蕾拉夫婦 因為涉嫌持麻而遭膽 那麼至於說在西石的這一塊 因為在尿液以及毛髮的部分 都是呈現陰性反應的 所以說是禍判不起訴 至於在持有的部分 其實一度 這個檢方是有要求 Joeman要寫悔過書的 那麼最後是給予還起訴的處分 不過其實北地檢署 在依職權送高檢署在意的時候 在昨天的時候有了最新的結果 高檢署駁回在意 也就是說最後的結果就是 Joeman他獲判一年的還起訴 我的確在今年國外跟台灣 都有吸食過大麻 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之用 警方問我時 我也全程的承認 我並沒有對警方跟檢方否認吸食 好 大家還記得我旁邊的這個 就是去年在事情爆發之後 Joeman他所PO出的道歉影片 針對這次的事情 其實我們講的白話文一點 就是檢方念讚 他們三個人都是沒有前科的 所以說結果都判得比較輕一些些 那麼在Joeman的部分 則是有要求說 他要提供100小時的義務勞務 那麼對此經紀人他也回覆了 他們會公開的配合 把這件事情給做完 此外也希望可以帶給社會 有更多公益相關的事情 好 那麼不過這一次的結果 不得不講 其實以目前這樣的結果來說 就是稍稍落幕了 不過我們要來回顧一下 其實演藝圈碰獨的人 其實並不算少 而且很多人 他們的結果是怎麼樣的 我們要記得繼續看 不是偶爾會去拍一些藝術片嗎 沒有 沒有 沒辦法帶你去砍城 去不了 就居然還是我帶你去的 我真的是真的很意外 首先就是我旁邊的柯震東 大家還記得 他當時跟房祖民的呼麻事情 其實現在回顧已經過了十年了 當時候行相一度是重挫 而且他是曾經被判了 緩起訴兩年 不過現在他積極復出 現在已經重回了螢光幕了 至於說好幾度都喊著說 大麻合法化的謝和弦 他其實已經多次進出警局了 不過其實檢方是認為說 他的戒毒意志薄弱 所以說他曾經被判處 四個月的突襲 這樣的結果 目前這樣看來 似乎都覺得沒有很嚴重 但錯了 因為其實如果今天你有販賣的情況 就是我旁邊的主角 直播主Paul's EZ 他目前已經入肩服刑了 當時他是販賣了大麻煙彈 而且他最新的結果就是 他被判處了四年兩個月的突襲 目前已經入肩滿月了 甚至他的女友小七炫 還有去探監 所以說情況相對來講 嚴重許多 還是要記得提醒大家 非法的事情就別碰了吧 那麼以上就是 今天的最新情報戰 我們下次再見